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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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外一位创党人李珊去年曾经撰文强调 新的政党必须是一国两制的坚定维护者 旗帜鲜明的支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据报道 紫金党核心政治主张是为全体香港人 争取下一个五十年不变 追求百年一国两制 如果说一国两制 如今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当中成为了恐怖故事 那么五十年不变就是一个诡异的咒语 那么人们真的希望它持续到五十年 甚至是一百年吗 不希望的话 可能就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了 紫金党又要爱国爱党 又要捍卫自由民主法治 从何说起呢 昌平说从三位创党人的身份背景来看 他们恐怕连认真对待自己所建立的党的宗旨的资格都没有 李珊身兼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 而另外一位创党人陈建文 则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协港区召集人 甚至有传言说该党可能就是中共或者是中联办所组建的 因此有舆认认为 这就意味着中共经营了几十年的地下特务系统地面化 有人收拾细软背景离乡 有人忙着在新社会当中抢占位置 此情此景让人想到了70年前的中国大陆 昌平说 不过中共的历史告诉我们地下党转正并没有那么容易 对待地下党组织中共有名的两个十六字方针 第一个在中共建政之前 毛泽东曾经亲自的下达指示进行斗争的方针就是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继续力量以待时机 第二个十六字方针则是在1949年中共占领中国大陆之后 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 中央回电指示的方针是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首先感受到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含义的并非正在春风得意的紫金党 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帮助中央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 如今却遭到北京唤写威胁的传统建制派 李山借着选举失利对建制派发起了批判 说从本质上来讲 这是一些建制派的政党长期脱离香港社会和民众 没有能够把广大香港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本党的愤怒目标 没有能够实事求是的提出社会大多数人支援拥护的政策纲领 没有能够灵活激动的进行政治博弈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 对了解中共党内斗争历史的人来说 脱离群众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批判武器 正如有分析者指出 即使目前在香港势力最强大的建制派的政党民建联 在中共的眼中也是带有地方主义的色彩 不是根正描红的自己人 控制使用逐步淘汰是必然的结果 作为长期隐蔽的精干 紫金党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完成对建制派的边缘化之后 自己也难逃十六子方针写旧的命运 如果紫金党不是地下党组织 而是积极参与在中共领导之下的 新香港的建设的社会力量 则让人想到了1949年前后的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 那些或者投机或真诚的 在中共安前马后忙碌着的 多党合作的政党以及投面人物 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长平说70年以来中国的政协连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橡皮图章都没有混上 恐召来中共的间谍港人庇护法案闯关失败 来自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美国国会议员因应香港形势而提出来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 提供可能遭政治迫害的在美港人庇护 但该法案18号的时候在美国联邦参议院表决的时候 遭到了共和党籍议员克鲁兹 以可能引来更多中共间谍为由反对 因而未能通过 停港的议员卢比奥表示 尽管如此下届国会仍将继续的努力推动相关的法案 报道说该法案由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马里诺斯基 于9月份的时候提出 本月7号的时候在众议院经口头表决无意义通过 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布鲁门萨 为了使该法案能够在本会期的最后一天的议程 迅速的通过 启动了热线机制 跳过一般法案的辩论和表决程序 如果没有议员反对的话 就视为参议院一致同意通过 本届美国国会的任期将于明年的1月3号到期 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的假期 克鲁兹的一票反对代表着该法案 是将无法在本届国会通过 克鲁兹在参议院审议法案时指出 此法案大幅的降低了难民和庇护的标准 是为了达成民主党修改美国移民政策的长期目标 而非是为制定而制定 可能会招来中共趁机将更多的间谍送到美国 克鲁兹强调他多次的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不过在美国现行的移民法之下 港人本来就有资格申请以难民的身份赴美 美国总统川普7月份的时候 也特别增加了提供给港人的难民名额 美国需要制定的是实质的 由两党协商因应中共的方案 报道说由在美港人组成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的 执行总监朱慕明在脸书上发文说 对于美国参议院没有能够通过该法案深感失望 他表示香港需要美国的保护和支持 他还说希望克鲁兹能够了解 不需要在防止中共审查和拯救州庭等 社医人士之间做出选择 他说会继续努力的争取美国下一届的国会 和新的政府通过实施庇护港人的政策 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法案提供已经持有签证在美 如果返回香港可能遭到政治迫害的港人临时庇护的身份 在签证到期之后可以继续的留在美国 另外也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处理 为逃避政治迫害的港人赴美难民及庇护申请 此类申请人数不列入美国政府提供的难民额度 对象包括曾在香港民主抗争运动当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士 如第一线的抗争者及急救援 记者协助抗争者的法律工作者等 台湾提高了港人的移民门槛 大陆出生的难以入籍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台湾经济部投审会三月份的时候 就港人投资移民增加条件之后 审查逐渐的严格 有台湾的移民公司向该媒体表示 除了拥有实体店面和雇佣至少两名台湾员工以外 非香港出生年纪大和低学历的港人 目前很难获得台湾当局批准移民 台湾陆委会回应指申请条件并没有发生改变 审查是为了杜绝假投资真移民的情形 有传媒和关于移民台湾的社交群组近日传出 台湾虽然没有修改港人移民政策 但是在审查上暗中的增加了门槛 令不少申请移民台湾的港人一直等不到批准 报道移民公司的负责人张湘霖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 以往大陆出生在香港长大成家立业的港人 申请移民台湾通常都会通过 但是自今年三月份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张湘霖指除了大陆出生以外 退休人士也列入了黑名单 张湘霖说学历标准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最低消费已经是大学毕业以及要香港出生 他说很坦白的讲 如果涉及到了大陆出生的他们都不会批准 还有就是要年轻 基本上退休的人士是来不了的 除非他们用成年的子女来做申请 台湾陆委会的副主任李立珍在接受传媒查询时表示 他不承认提高投资移民门槛 他只看到很多的案例在投资移民取得身份之后就撤资 目前的审查主要是为了杜绝所谓的假投资真移民的情况 李立珍表示对于专业人士申请移民 去年有5000多人 今年已经超过了7400多人被核准 所以并没有如传媒所说的并非真正的协助港人 移民政策是以揽财为出发点 李立珍说那至于协助港人的部分 目前台湾已经成立了一个港澳交流版的服务办公室 宝岛移民公司的负责人张湘玲认为 台湾当局虽然没有修改移民法令 但是对不想批准的申请案件 一直要求补交相关证明文件 让申请者知难而退 他指部分的客户不耐等候 转而选择了移民英国 张湘玲说 据他所知有部分的客户婴儿拿着BNO去了英国 他们觉得英国没有门槛 拿着BNO自己买了机票 总之都会安顿好 他们觉得主动权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因为他们觉得移民台湾的主动权 他们完全没有话语权 张湘玲觉得这是他们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报道说根据台湾移民署的统计 今年从1月到11月份人数则有1397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